听到声音吗 一声的 一盘面五粒云吞 才四块半 你们说时不时会 大家好我是阿清 今天阿清在宜宝郊外 端洛新村这边吃烧腊云吞面 这是一家外地人不知道的传统老店 食物很有风味 有自制的叉烧 烧鸭 炸料 面和云吞 咖喱等等 天还没亮的时候 就已经有人来打包来吃了 老板娘从14岁就开始卖云吞面 至今已经有30多年历史 就在新村的 听听海鲜饭店 海南鸡饭炸饭这些 烧鸡肉干啊 烧肉 叉烧 烧鸭 鸡炸饼这些都有哦 很受当地人的喜欢 走现在就跟阿清来看一看 它是从早上6点半开始 做到晚上10点半哦 现在的时间刚好叉烧烧鸭都熟了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一天几只鸭的鸭啊 9只鸭 9只鸭 嗯 20 哦 对对对对对对 有叉烧烧肉这些啦 把烧好的烧鸭放到外面去卖 虽然阿清吃过很多烧鸭 但是看着颜色的烧鸭 还是不仅流口水 老板娘你这个开了多少年了 哦 要30年了 要30年了 我4岁做到现在 哦 14岁就开始做了 啊 现在就40岁了 哦 30多年了 算起来蛮多年了 对 嗯 哇 油汁汁看了都想吃哦 再淋一点 它的那个 叉烧酱子 听到声音吗 嗯 一声的 哈哈 哈哈 刚烤出来的叉烧 真的是很有食欲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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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出来的叉烧 看过去也是很有食欲 还有各种炸料 还有各种炸料 豆皮炸了 里面有鱿鱼汁啊 鱼汁啊 鱼丸啊 一些豆皮啦 里面有鱼肉的 你看 就是炸料 很多东西选择 所以看都不知道要怎么选 这边是烫面的地方 它的面是先烫 然后挣凉水 再烫过就可以了 骨盖洗掉 骨盖 放入骨盖 切断 盖 盖 干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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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4块5 有面有云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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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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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烧切肥的那个呢 吃起了入口即化 香甜入味 烧鸭皮脆 鲜嫩多汁 味道比外面的特殊 加了叉烧汁呢 更突出鸭的鲜味 因为两样都是干出炉 味道更出入 面呢糖牙有咬劲 猪油香味浓 云吞呢没事 所以呢不好评价 其实味道都很不错 好了今天啊 请就结束到这 下期再见哦